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二 随着科技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车上已经配备了发动机起停技术 有了它以后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遇到临时停车 例如等红绿灯的时候 发动机就会主动熄火 当需要继续前进的时候 又会重新启动 从而实现节油的效果 不过要知道这项功能的评定标准 是在相对比较理想的状况下进行的 可是每个国家的路况不一样 每个车主的驾驶习惯也不一样 在特殊的情况下 发动机起停技术反而可能会增加汽车的油耗 甚至威胁行车安全 所以要正确使用这项技术 遇到以下五种情况 发动机起停功能请立即关闭 首先堵车路上请关闭 大家都知道国内的堵车问题非常严峻 特别是大城市 因此短时间不断的启动 停止发动机并不会减少油耗 反而会增大油耗并添加发动机的负担 所以遇到堵车 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关闭这个功能 然后开空调的时候请关闭该功能 通常来讲 带有发动机起停功能的车辆 在发动机熄火时空调会停止制冷功能 只会送风 这使车主和乘客的乘车体验受到影响 此时如果天气比较炎热 车内的温度会迅速上升 此时发动机又会发动 反而会增加发动机的发动频次得不偿失 好在现在很多车辆已经比较聪明了 在开启空调时起停功能会自动关闭 第三点上下坡道时请关闭 在坡道上遇到临停 发动机再次发动需要一定的时间 可能会添加风险 不过现在绝大多数的车辆都会对坡道进行侦测 下坡坡度超过10% 上坡坡度超过12% 起停系统不会启用 第四点低速驳车请关闭 虽然车辆在挂道等的情况下 起停功能不会发动 但是如果你的车辆需要反复倒入 在车辆调整距离时碰到发动机停止 既耽误事又上车 第五点涉水行进需关闭 涉水行进时车辆往往处于低速状态 一旦遭遇情况停车 意外触发了停止系统 负压就有可能致使水从排气管倒流入发动机 结果妈想都不敢想 所以各位司机朋友 遇到以上几种情况的时候 最好还是关闭发动机起停功能 对人对车都有好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发关注北九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